你有過這個經驗嗎? 在將毀遊戲開局後 食物稀少到只能撿地上的野味來衝擊 卻總是沒有辦法吃飽 耗費了好幾天的心思 終於找到罐頭了 竟然找不到開罐器 明明有食物卻又吃不到 只能眼睜睜的看著自己餓死嗎? 為何不能用其他的工具來打開罐頭咧? 接下來來分享道具打開罐頭模組 來解決這個問題 訂閱啟用之後就會生效 在這裡我們除了開罐器之外 還能使用獵刀菜刀來打開美味的罐頭 只是這樣子會有機率 讓玩家的手被力氣割傷 或是讓道具嚴重的損壞 影響割傷的因素 跟短熱氣的熟練度有關 還有人物的特質、幸運跟不幸 也會影響被割傷的機率 若嚴重的話會出現這一種 就要增線才能縫合得深傷口 但只要短熱氣的熟練度夠高 受傷的機率也就會大大的降低了 這樣子一來 又多了一個鍛鍊技能的目標了 但若你的特質有美運的話 誰都救不了你啊 若你真的找不到刀具 也可以利用採集的功能 到馬路找石頭 用古代人的方式來打開這些罐頭啊 有了這個模組 我們就不一定要找到開罐器 就能吃到罐頭了 還能感受立即求生 為了吃到罐頭內的食物 無所不用其極的氛圍 雖然有機率被割傷啊 拿石頭打開罐頭 會有33%的機率會傷到自己的手 甚至會出現身傷口 呃...如果不是惡到絕境時 還是不要輕易嘗試吧 顧帶一提 這個模組 用刀具開罐頭的時間是2倍 石頭開罐頭的時間是開罐器的4倍 它不是每個罐頭都能開 只能打開11種罐頭 若好不容易找到的罐頭 不是模組支援的口味 就只能祝福你採集順利了 好啦這次的好用模組分享 就到這邊結束了 在影片資訊欄位 有標準模組的傳送門 感謝你的觀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點個喜歡給我力量喔 我是卡蛋 大家下次再見了 掰掰 またね